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就是说 有一个半径位A的金属球 这是半径位A的一个金属球 它上面带有Q1的总电量 当然这个Q1一定在这个表面 另外有一个同性的金属球壳 像这个 同性的金属球壳 内半径是B 外半径是C 它带有Q2的总电量 这个Q2的总电量 当然也都是在它的表面 现在要求距离这个球星 R远处P点的电场 这个R可以大于 就是R 这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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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点可以在这些区域 就这些区域的电场 以及分布在这个球壳 这个球壳 内部 内表面跟外表面的表面电量 我们只知道它的总电量是Q2了 但它有一部分在外表面 一部分在内表面 我们不知道是多少了 现在要求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就看 它要求的是P点的电场 这个区域的电场 那么我们经过分析 知道这个现在的电荷 它是连续分布的电荷 而且它是 不是球壳就是球体 所以它的分布一定是对称分布 所以我们可以用高斯定律 如果用高斯定律来解 我们知道 这个里头的电场 这部就是 球体 这个球体里头的电场 以及球壳内部的电场 介于B跟C之间的电场 一定是零 一定是零 因为这个在导体的内部 导体的内部 因为导体的内部 所以它Q也是零 这里的不可以有电荷 这个地方也不可以有电荷 电荷一定在这个表面 要不然就是这个表面 就是这个表面 这个根据高斯定律 有这个结果 好 现在我们就取 要用高斯定律了 我们取半径为R的同心球面 作为高斯面 作为高斯面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 在这个地方的电场 不要错就是零了 这里也不要求 就是求这里跟这里了 这个地方的电场 根据高斯定律 根据高斯定律 因为你这里做一个高斯面 因为前面我们做了很多了 所以这里我就没有仔细的写 你在这个面上面 任何一点 看外面看里头的电荷分布都一样 所以这上面的电荷就是常数 常数 这个电荷就是 这个电荷就是常数 那么由对称的关系来看 我们也知道这个电荷 一定是远到R univactor的方向 所以你取跌也是R univactor的方向 所以左边就是这个 左边就是这个 因为我这里可以用话告诉你 如果你真正要写出来 要表达出来的话 你要把这个高斯面都 上面的特性都要写出来 Q and cross 这个高斯面所包的总电量就是Q1 所以左边等于右边 所以电荷就等于这么大 这是在A跟B之间的电荷 我们再看 在B跟C之间 B跟C之间 因为这是导体内部 电荷等于0 电荷等于0 然后我们又不知道这里的电荷密度 电荷不知道 我们就假定 里头叫做Q内 Q2内 外表面叫Q2外表面 那么Q2呢 就等于这两个字 就等于这两个字和 那么应用高斯定律 高斯定律 总电通量等于Q and cross over epsilon 0 Q and close 就是这个高斯面里头的电量 是什么 Q2内 跟Q1 等于这个 然后这个呢 是0 因为电荷是0 所以0等于这个 那我们就得 那我们就得 Q2内 内表面所含有的电荷呢 是-Q1 -Q1 从这里可以得到 那么 外表面呢 你就看了 这个加这个 等于Q2啊 所以Q2外 就等于Q2 减到Q2内 Q2减到负 Q21 那它就等于 Q1加Q2 所以外表面的电量 是等于 外表面的电量 等于这个 Q2 等于Q1加Q2 好 现在我们看 大于 这个表面 大于这个 C表面 这个区域 它是一样 这个电场 都是常数 而且都是朝这个方向 所以左边呢 没有问题 右边 Q and close 你在这个地方 看这个地方的这个 全部的电荷 就是Q1加Q2 这是Q2 Q1加Q2 over epsilon 0 那这个 当然就是 等于这样 所以 意义就等于这个 OK 好 这个 以上就是介绍 高斯定律的应用 这个 在普通物理阶段 我们都 仔细的教过 只是那个时候 大家 没有留意去看 以至于说 如果我不重重 跟不重讲一遍的话呢 可能不那么容易了解 所以我前面等于是复习一样 好 现在我们来看 由电场函数 计算电荷密度 就是 这是高斯定律的微分式 如果电场你知道的话 你就可以求这个空间 电荷密度的分布 好 现在我们 看到 我们下面 列出一些电场 就是下面有一些空间 它的电场告诉你了 要求那个空间的电荷密度 A 电场是这个 你看电场 有R 分量 有Sigma分量 这是球坐标的 这个 就是 圆柱坐标的 这个 半径 在A跟B之间是这个 大于B是这个 里头的Alpha AB都是常数 知道电场是这个 我们要求这个空间的 电荷密度 好 现在我们 先解 你看 第一个 电场是这个 然后呢 我们要用这个 高斯定律的微分式子 高斯定律的微分式子 左边是Diverging E Diverging E 在 球坐标里头是这个 这个式子你要一再的重写 你这些题目做多了 你就会很熟悉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 这是ER R component 把这个带到这里来 这个是E theta Theta component 是2 cos theta 是这个 它没有5 component 所以这个等于0 那现在我们就 这个微分 这个微分就微分R就好了 就是偏微分 所以是2R R跟这个音约到一个 所以它就在R 20 3 theta 这个呢 是微分Theta 两倍的cos theta 3 theta 我们可以画成 sin2 theta 所以微分的话就变成 cos2 theta 有个2 OK 2 cos2 theta 2 3 theta 还在这里 然后这两个 我们可以 把这个 你就这样写 也可以了 你如果要 要再画的话呢 这cos2 theta 可以变成这个了 好 在这两个通分 以后 通分以后 变成这样子 Diverging E 等于这个 好 那么 由高斯定律 Rho 等于 Diverging E 等于Rho over Epsilon Zero 那反过来 Rho 就等于这个 那就等于这个值 乘上一个 Epsilon Zero 就好了 单位是 Coulomb per Meter Q 第二个 是 圆柱 坐标的 它 通通只有 R 就Rho Component 这是 这是 圆柱 坐标的 Diverging E 那这两个都没有值了 我们就把 分别看这两个区域 这个区域 你就把这个 带到这里来 在这个区域 这个 带到这里来 所以 它是等于这个值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 乘进来 乘进来 Alpha 是一个常数 先提出来 它就等于Rho 平方 减掉这个 这个微分就是 二Rho 二Rho 跟这个约掉 就是Alpha 这个微分是零 所以 Rho 就等于 Epsilon Zero Diverging E 就等于 这个 OK 好 我们再看 大于B的区 E Rho Component 是等于 这个 那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里来 E Rho 带到这里来 那现在Alpha 可以提出来 Alpha 提出来 你看 这里头都没有Rho 这个里头 这个 E Rho 是等于 因为Rho 乘上这个 Rho 就消掉了 这通通是常数了 所以 对Rho 做偏微分 就是零了 所以 它的 密度 这个区域的密度 是等于零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 用球坐标表示的 电场函数 是这个 小于A 大于 等于A RV 某位置 与球星的距离 球产生这个电场的 电荷密度 Rho 你要用 去Rho 的话呢 当然 我们就要 找它的关系 就跟前面一样 我们用高斯定律来做 高斯定律 就是 Divergent 1 等于Rho O over Epsilon 那我们就 把Divergent 1 的球坐标的 表示是写出来 这个E 它只有 R component 所以 我们就把这个 分区 在这个区域 就把这个E R用这个带 你把这个 沉进去 再微分 R的五次方 就是五倍的 R 四次方 跟这约到R平方 这个呢 就是四倍的 R平方 微分就变成四倍的 R三次方 约到 变成这样子 所以Rho 就等于这个 OK 大于A的区域呢 电场的R component 是这个 Divergent 1 我们把这个 这个 R平方 这就是ER R平方 跟这个约到 就是零了 这个是常数 微分就是零 所以Rho 就是等于零 最后要跟各位介绍一个 叫做Direct Delta Function Direct Delta Function Direct Delta Function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那现在我们来看 就是说我们用高斯定律的时候 会发生这个问题 这是闪度定理 Divergence Theorem 如果这个电压 如果这个电厂 我们是用点电荷的电厂 带进去 你看 带进去 我带到左边 左边 E等于这个 那就是 那就是S Universal Data over S 平方 那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D Omega 一个立体弧度角 高斯面里头任何一点 高斯面表面 一个局部表面 对里头张开的立体弧度角 那么我们整个高斯面积分呢 就是四拍 对不对 这个是四拍 所以这个值就是Q over Epsilon 所以左边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 这个值是 等于这个 但是右边我们看看 Divergence Theorem 我们现在把E 就用这个带 所以四拍 Epsilon Zero Q拿出来 S over S平方 在里面 我们现在用 Q坐标的Divergence Q坐标 Q坐标Divergence 就是 因为它这个只有 等于是R Component 只有R Component 没有Theta跟Phi Component R Component就是这个 S平方分之一 Partial Partial S S平方 乘上这个 乘上这个 乘上这个分之一 第一套 你看 S平方 S平方 越掉了 就是零了 那就 那 我们就说 这个结果就显示 如果这个Divergence Theorem 并不是很等 遇到这个 电场的时候 好像这个可以等于 这个 右边却是零 那到底怎么回事 左端不等于右端 这是为什么 我们底下就来看 这是为什么 我们看Divergence Theorem 从右边来看 我们把这个先把它展开 把电场用点点的电场带就是这个东西 四排Epsilon Zero 分子Q提出来 然后呢 我们就看 这个 看这个 Divergence这个 就是 这个就是这个 我们可以把分子分母同乘一个S 那就变成S三次方 上面S乘上S Univector 就是S Vector S Vector 我们把这个向量跟Divergence 这个Operato Operato在这个上面展开 我们可以把这个 先对S三次方分之一 为分 这个保留 Dot S 然后再加上 第二次 我们就把S三次方分之一 当作是一个常数 它就 这个Divergence 这个对S做Divergence 我们说这个是A式 这个是等于这个 然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 这里有Divergence S 对不对 Divergence S 我们用球坐标的Divergence S平方 ParshaParshaS S平方 Dot这个 乘上这个 S Univector S Component 就是S 那这个是等于什么 S三次方 S三次方 这个等于S三次方 S三次方约分的话 就是三倍的S平方 约掉 就变成什么 三 就这个等于三 你看这个 三倍的S平方 约掉就是三 所以从这里 这个是等于三 那把这个三 带到这里去 那就Divergence S over S三次方 等于这个 这个是B4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Gradient S三分之一 那么 就用Gradient 只有R 就是S的部分 就是R的部分 它就等于S向量 这个方向 ParshaParshaS Parsha这个ParshaS 这个微分 这个微分 就等于负的 3S四次方 S三次方这个 在微分嘛 就变成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OK 把B跟C 带入1 带入A式 那我们就可以得 左边就是这个 左边就是这个 左边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呢 右边 这个就等于 这个量 DotS Univector 它是这个 本来是负3 S Univector S四次方 Over S 再Dot一个S 这个前后都没有 位置没有关系 然后再加上一个 这一项 这一项就是 3S三次方 Over S三次方 就等于这个值 这个值啊 到底等于什么 我们要看你这个 S啊 是不是零 S是零 跟S不是零 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我们前面 那个值 如果S不等于零 的话 那这加起来 就是零 不等于零 这不是零的话 就是一个 实际上的分数 就是零 好 这个就是零了 于是这个值 就变成零 这个积分 就是零 如果S等于零 零的话呢 那这就是不定值啊 所以你不能从这里算啊 这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啊 那我们就要回到这里来算 回到这里来算 这个 这个式子 它是 Diverging这个项量 的体积分 利用Divergence Theorem 它可以变成这个项量 的面积分 这个面就是把这个 这个volume包住的一个面 好 那现在 我们来看 这个 就是这个 volume 这个面就是把这个volume 包住的面 好 我们在这个表面 这就是表面了 表面上取一个Da 这个Da你可以看成什么 看成Sdθ Sdθ 然后这个是等于Ssinθd5 Ssinθd5 就是这个 这个多写了一个 多写了一个这个 这应该一个就够了 多写了一个这个 好 然后 因为Sunivector 多的Sunivector 就等于1 所以这个就变成 这个 因为这里头没有Ds 所以S 可以当作 常数 跟这个约掉了 那就是Sinθ Dθ 一个积分 这是从0到Pi Pi呢 一个积分 0到2Pi 好 这个积分 这个是2Pi 这个积分就是2 就变成4Pi 所以这个是4Pi 因此 我们说 这个积分 现在有两个值 它S不等于0的时候 它是这个 S等于0的时候 它是这个 那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表达 怎么表达说 S等于0的时候 是这个 S不等于0的时候 这个值是等于0呢 底下就是一个 很聪明的一个表示方法 我们要把这个值 满足以上的两个结果 我们可以把这个 Delta S 这个 就是这个了 这个里头这个 就是这个了 它可以得寓 这个就是这个 好 好 那 这个保留 那 S平方分之 S unit vector 它是等于负的 gradient S分之一 这个 这个 这个del 打prom呢 就是正的 这个可以写正 正的这个打prom 如果不打prom的话呢 它就是负的 这是负的值 好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 这个dot 这就变成什么 变成 gradient 等我看看 等于负的 gradient S 分之一 负的gradient S分之一 它的值是这个东西 好 那么 现在我们就说 好 这个东西啊 这个真正的值啊 我们就用四π Delta S 来表示 这个 我们就用 这个量 来表示 好 这个量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我们上面 得出来的 我们说 好 这个量 可以等于这个 好 那么 它 是这个 成在个第一套 就变成这个值 身上 就等于四π 这个 成在第一套 好 为什么就可以 这样子表 这样表示 又什么意思呢 就说 这个Delta S 代表什么 就是要记住这个 Delta S S不等于零的话 这个就是零 S等于零的话 这个是 无穷大 这个 这个要记住 OK 它的意思就是这个 那这个Delta S 我们就称它叫做 Direct Delta Function 叫做Direct Delta Function 记住它是这个东西 底下我们就要来说明它为什么是 就是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Direct Function的特性是什么 一维的Direct Function 它的特性 好 现在我们看 好 现在我们看 这是一个一维 就是说这是坐标 这是坐标的原点 O在这里 Delta S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Delta S X不等于零了 就是不等于零 就是在这个这个这个地方 这个其实很窄很窄了 我画不得已要画这么大了 要不然你看不见了 不是零的地方 这个函数都是零 就是零 零零 好 但X等于零的地方 这个变成无穷大 这个瘦得不对 就是趋零 这个变成无穷大 这个代表一种 叫做几率密度 其实我们可以说 这就是一个几率密度 Probability Density 就是说你这个 这个物体在这里的机会 你就去找它 在这里 不是零的地方去找它 门都没有 机会等于零 但是你要在零的地方找它 它一定找得到 几率密度 这代表几率密度 好 那么它乘上这个DX 乘上DX 这个就变成几率了 几率 找某一样东西 在不等于零的地方 根本找不到 这个机会 就是说根本就找不到 这就是机会 没有这个机会 几率等于零 但是等于零的地方 因为它的机率密度 无穷大 就是它就是在这里 那我肚定可以找得到它 绝对找得到它 所以它就等于一 地毯式的找 一定可以找到 你这里虽然没有 但是这里有 那现在我们就设定 说FX 它是一般的一个连续函数 连续函数 那么这个连续函数 乘上DeltaX 这是我们刚刚说 这代表几率密度 你要找这个FX 所出现的这个几率密度 在X等于零的地方 是找得到 以外的地方都是零 除了在零的地方 它这个几率 因为DeltaX是无穷大 也就是它的几率密度 几率密度很大 零的地方都是零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几率密度 表示成这个样子 X不得到零 这是零 X等于零的地方 就是说你在FX 当你在X等于零的时候 那它的几率密度 那它的几率密度就是这个 这个是无穷大 这个是无穷大 就是这个东西 那现在我们说 我现在地台式的寻找这个 地台式的寻找这个 那X不等于零的地方 X不等于零的地方 这个是零啊 那就是积分就是没有了 当X等于零的时候啊 它就变成这个 就变成这个 OK 零 乘上 这个积分 因为F零这是个 就是这个地方的值了 这是一个场所 可以提出来 这个积分 等于一啊 这个积分呢 你地台式的寻找 等于一嘛 所以它就是F零 所以只有在F零的地方 能够找到它 F不等于零的地方 找不到它 好 如果说 我们把这个 就是说 你在A的以外的地方 要找某一个寻数 它的基础密度等于零 只有A的地方 它是无限大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 刚刚那个delta X 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X不等于A 这个是零 X等于A 就在这个很小很小很窄的一个区域里头 这个基础密度是无穷大 所以你如果地台式的找 这个东西 它的基础就是一 好 那于是 某一个连续的函数 乘上这个 如果X不等于A的话呢 它就是零 这个基础密度就是零 X等于A的话呢 它就 这个要等于A 然后它就是这个值 于是我地台式的找它 那它这个不等于A就是零了 没有了 等于A的话呢 那FA可以提出来 就是这个值 这个值是E 它就等于FA 所以说 只有在这个很小很小的地方 它有这个值 其他的地方都是零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立体 我们要求这个积分值 好 这个积分值 好 我们说 这个 因为这是一个delta delta function在这里 那就是X 不等于2的话 这就是零 X等于2的话呢 它才存在 好 所以X等于2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是2啊 2提出2的三次方啊 所以说 这个积分呢 这个积分就是1啊 就是2的三次方就是8 OK 就是8 好 好 我们现在看看 三维的Dirac 函数 三维 三维 我们就这么写 假定我们不是只有X轴 Y轴也有 Z轴也有 你要找的话 delta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就说 X等于0 的时候 这个 它这个密度 是无穷大 这个也要0 这个也要0 它才是无穷大 如果你只有一个 不等于0 那你就找不到这个东西了 就找不到这个 找不到这个物体 就是R要等于0 R等于0 就是这个都要等于0 R是这个位置向量 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是因为它就是R 你不能像X说我负无穷大到这无穷大 它三度空间我们就只有 all space 全部的空间积分 那如果你把它画成这个的话呢 它就是负无穷大到这无穷大 这个也是负无穷大到这无穷大 你可以看成三个积分嘛 delta X DX在这里 Delta Y DY在这里 Delta Z DZ 是写在这里 OK 你地毯式的找 一定是等于1 如果说 Delta function 不是这样 而是这个的话 那就是R要等于A的时候 它这个值 是无穷大 如果这个R不等于A的话 这是0 所以你all space来找它的话呢 等于A的话 它存在 不等于A就是0 所以等于A的话就是FA 向量 这是个常数提出来 那其他的积分就是1了 好 现在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题目 求这个积分的值 这里有一个 求这个积分的值 这个是希腊证的Apsilon Apsilon 我们把这个当做一个 球体的体积 Apsilon 这个球的中心位于原点 在XYZ这个周的原点 半径是R 这个积分值要求 方法一 我们直接用Delta function 这个等于这个 我们说 这个值 要记得 这个值 就是这个值 四πDelta 三次方R 向量 低头 等于这个 当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值的时候 就是R等于0 R不等于0 这就是0 2等于0 它才是无穷大 所以2等于0才存在 那么就是 2要等于0 0就是2 乘上 就四π 乘上0 加2 就等于八π 马上就求出来 是这个值 好 如果不用这个方法 我们直接用积分来算的话 方法二 这就比较麻烦了 方法二 我们现在 看这个 divergent的这个向量 divergent的这个向量 这个向量 我们可以把它展开 先对它 Del对它作用就是gradient的 然后 dot一个这个向量 然后再把这个当常数 Del作用在上面 就变成divergent这个字 那我们这个积分里头 这一项 就是这一项 就是这一项 所以 这个 就是我们积分里头 这一项 就是这个 它就等于 你把这个 你把这个搬过来 这个只是前后 对调一下 负的 加上这个 我们积分里头的指示 等于这个 好 J等于 这个 那么它就等于 你把这个 换成这个 它就变成两个积分 这个积分 第一套 这个积分 第一套 好 那么 这个积分我们保留 这个我们用 divergent theorem divergent这个向量的体积分 等于这个向量的 封闭面积分 这个封闭面 就是把这个 abs 这个体积包住的一个面 表面 就是这个 那现在 我们又一项一项来看 这个 这个是等于什么 gradient的这个 gradient这个 根据 球座标的 这个gradient r par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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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partial r 平方加r over partial r 那这个 就是零了 这个就 二r 二r 那这边 二r r univetal 就是这一项 就是这一项 好 我们再看后面这一项 先把这个带进去好了 这整个东西 它就等于这个 称上这个 称上这个 称上这个以后呢 这个r 跟这个约大一个 就是 r分之二 r分之二 r univetal 倒在起来 等于一 就是 d 套 d 套 我们对这个体积 积分 对这个absinu 这个体积来积分 那么我们在 球座标里面 要取一个 d套 我们在球座标 讲过 它就变成 dr 称上rdθ 然后再称上r3θ d5 那么r 本来有个平方 跟这个约大就变成r 这个字就是这个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 2提出来 d5 在这里 rdr 这个积分 从0到 r sinθ dθ 0到π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 这是2π 就是4π 这个积分 就变成r 2 这就变成 这个 就变成r2平方了 就大r平方了 有2分之一 然后这个积分呢 就变成r了 变成r 所以这个积分就是4π 大r平方 4π大r平方 这个积分是 这本来有个2 这个积分是2π 就是4π 这2分之一 跟这个地方的2 约掉 所以4πr平方 这个是 这个积 OK 这个积就是 这个积 这个积 好 现在我们再看 在半径r的 球面上面 就是看这个了 看这个积分了 下面的积分 因为这是球面积分 这是αλ 体积 球面就是包住它的体积 所以这个值 就是等于这个 da 就是这个表面上 取一个面积基数 面积基数 它就等于r 大r乘上dc的 大2乘上dc的 然后r3c的d5 我们现在把这个 画一画 就变成这个东西 这个拿出来 这r平方跃掉了 然后这个积分 就是 积分就变成这样 这是后面这一项 我们把b跟c 带入a 这是b 我们刚刚得出来的 c也是刚刚得出来的 这里是重写一遍 然后把它带入a c就等于什么东西呢 c就等于 你把这个带进去 这个带进去 这个带进去四排r平方 这个带进去四排r平方加r 然后四排r平方 四排r平方跃掉 就变成八排 跟我们前面得出来的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所以你看我们 用dirag function来表示的话 有时候计算 会快得很多 好 现在我们用dirag 函数的观念 导出高斯定律的 微分式 比如说这个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电荷 它的密度是r prime 是位置的函数 分布在这个tau prime 这个体积里头 那么我们要问 距离o点 p远之初 r方向的p点 它的电场是多少 我们就先在这里 取一个体积 取一个电荷基数 体积电荷密度 乘上dtau 这是dtau dq 它这里产生的是第一 OK Diverging e 就等于 4πepsilon zero s平方 分为sunivector 这个就是r 这个 不是 这个乘这个 就是电场 就是电场 然后diverging 变成这个东西 那么 我们说这个量呢 这个东西 我们刚刚不是导过吗 它有时候是4π 有时候是0嘛 我们可以 总而言之 用这个表示 s等于0的时候 它是4π s不等于0的时候 它是0 就是这个字 好 那现在我们 把这个rprime 不是这个 delta s s向量 它是r向量 减的rprime 把它写到这里来 你看你这个 东西 称上它 只有在 rprime 等于r的时候 这个等于 就是r等于rprime的时候 才存在 才存在 因此 这个时候 我们就说 也就说 rprime 应该是说rprime 等于r的时候 这个 不是0 rprime不等于r 它都是0了 所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 我们可以把 四拍子 我们先把这个 阅调 先把它变成 这样子 那只有什么 rprime等于r 存在 不等于r 它就是0了 它等于r 那就是固定的 这一点 所以 divergent 1 就等于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 高师定律 高师定律 OK 我们用这个 divergent 用这个 delta function 把它导出来 好 第二章 我们就到此 结束